旺旺集团主席蔡衍明是以珍爱台湾的心返台投资回馈箱里 不过却被独派的媒体扣上了中资的红帽 甚至还指责旺旺集团买媒体对台湾的新闻自由度造成了威胁 立委现在就提出质疑了 说如果台商投资就叫做中资 那么台商给苏贞昌的政治现金 零融三的联邦银行乘坐的人民币赚差点 是不是也算中资 跟所有台商一样 汪汪集团主席蔡衍明年轻时 几个培训早天给拼搏闯荡 开拓海外包括大陆市场为台湾经济做贡献 靠着几口号跟台内普世台商 回台投资被扣上红帽说是中资 大家不禁要问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来自台商的政治现金 是不是也算中资 自由时报创办人零融三旗下的联邦集团 银行赚人民币 台商买联邦建设的房子 是不是也算中资 自由时报还引用非正式组织的一份报告点名 汪汪集团买下忠实 会威胁台湾新闻自由度 多元社会尊重多言 言论是民主社会的真理 蔡衍明多次提出真道理性 真爱台湾 真爱台湾就是要理性和平 经济成长过好日子 民众免于被恐吓战争的阴影 爱台湾的主张 却被自由时报说成是 钳制言论新闻自由 不合逻辑的指控 凸显的是自由时报的双重标准 对于是自由时报的双重标准